台股市场其实有两大交易制度的调整 那主笔的交易新制在三月份已经正式上路 那十月二十六号也就是下周一 未来实施的是盘中的领股交易的第一阶段 不过不同于以往大家过去呢 投资人买卖领股的方式 所谓说盘中领股它的交易时间 其实跟大盘是相同的 从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一点半 在上午的九点十分开始第一次的撮合 那接下来是每三分钟呢 以集合竞价方式撮合一次 那会依照这种价格优先啦 时间优先这些原则来做成交 那过去大家说领股交易有点像黄昏市场 只可以在盘后来进行这个交易 但是呢也可以解决现在有一些买卖 会不会在盘中交易就比较好成交的一些困境 那也降低了这种投资的门槛 所以小资族对大家来说 对小资族来说反而是一大利多 那会不会也是高价股的利多呢 好我们看到现在金管会主委说 观察三个月之后 如果说好这个盘中交易顺畅的话 有机会延一来调降震交税 所以面对这样的新制度新气象 我们小资族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台湾领股交易的话 当然就是国内的小资族这个地方 非常关注一个焦点 连我也非常关注 因为我也是一个蛮喜欢买领股来存股的一个交易人 那其实在这个新的制度底下的话 我觉得它的一个一开始的利益非常良好 那只是说后续的参与者的话要非常的积极 那尤其是一开始的一个参与者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要先观察几个重要一些指标股 像这个台积电 大力光 联发科 鸿海 这几档个股通常是在盘后的一个领股交易 就非常热露的一些个股 包含就是说还有国具或者是郁金光这地方 但这些股票的话 其实本身的领股交易都非常的活络 那在变成盘中领股交易的时候 我们未来就是要看看就是说 它的在揭示一个买卖的价差上的话 是不是能够有效率的把它缩小 因为我们在盘中如果我们要买领股的话 第一个就会看内外盘第一个会不会差距过大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买卖的时候 这个内外盘会不会跟这个盘中正在交易的一个限股 这个地方差距会蛮大的 那所以我们变成说在观察的时候 就要同时观察买卖盘的一个差距 跟在盘中限货的一个差距 所以会稍微会先复杂 那一般来说我们在交易领股的一个投资人的话 其实老实讲并不会说是全职在做交易领股 对 因为领股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 在盘后的话其实是让投资人来处理一些 比较领小的一些比较小的这些股票 那当然全时间来做一个领股交易的话 除非在未来之后领股盘中当冲的话 这个地方进步开放才会比较可以出现 那所以在盘中的话 如果没有法人也来参与这个领股的交易市场的话 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成交量会不足的情况 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先观察的 因为要让一个市场活络的话 事实上一个法人的参与是蛮重要 因为散户的话基本上不太会去说在盘中 去观察三四个小时为了要交易领股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下礼拜的开盘的话 可以持续看看 看看这个内外盘的价差尽量不要去扩大 不要太大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是会比较效率的可以买到 不管是要卖领股的投资人也好 是买领股的投资人也好 再不会买到可能买到变贵或是卖的太便宜 那当然第二点我们来持续来看就是说 在开盘之后的话他每三分钟会撮合一次 而且在每三分钟撮合一次之后的话 如果发现就是说这次的撮合价格跟上一次的价格 如果是差到这个3.5%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会暂停的交易大概有两分钟 那这两分钟的话当然就可以让这一个投资人来做一个买卖单 看看要改价或者是三单的动作 那当然这个地方跟现货其实很相像的 如果这个盘中的波动比较大的时候的话 其实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投资人的权益 所以会暂时的有一些延缓的措施 这个地方也是要持续去看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地方也和这一个 领股交易的一个流动性的话 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相关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也是要特别去留意 就是说盘中的虽然这个主管机关也提醒过很多次 但是可能还是有投资人可能忘记 就是盘中你所挂单的一个领股交易 其实它不会自动的延续到盘后 换句话说你在盘中早上 9点到这1点半挂的一个领股的交易单的话 其实如果没有成交的话 它不会变成在盘后 所以原来有习惯在盘后的一个交易的交易人 你在盘中在下完领股之后的话 如果你盘后还是要继续参与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继续来看 所以换句话说在盘中的一个领股交易 跟盘后的领股交易的话 事实上可以看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 换句话说你的买卖单的话 就要持续的去 就等于说要独立的来看 那如果你盘后还是要继续交易领股的话 事实上还是要另外再下一次单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领股在交易的部分的话 当然还有一些 这一个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特别要注意的 那当然特别提到就是说买卖价差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要留意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领股的一个投资人的话 其实他往往会非常容易用这一个 比较容易偏这个市价的部分来做买卖交易 所谓的市价就是说用一个比较 可能接近涨停板或比例买的价格来做交易 而且这样的交易的情况底下的话 往往会让价格可能会买到 你不想要愿意买到的高价 或是卖到你不想愿意卖掉的低价 所以要尽量的不要用市价去做一个交易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到节目现场 感谢明谦大哥 感谢陈建成分析师 感谢大家收看也请大家订阅我们 非凡商业台的YouTube频道 我是王孟婷 那你周六晚间八点 请你锁定顾海洋帆 世界级小洋帆 哇 海洋gary